騎上迷你巡邏車 小小玻璃模樣卡娃伊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舉辦兒童體驗警察活動 吸引不少親子家庭參加 不少小朋友興奮的 穿上特製小小警察服 爸爸媽媽拿著手機猛咔嚓 孩子的可愛模樣 一點也不能錯過 這台機器真的很好玩 很拉風 很拉風 他們知道說 要怎麼透過這個活動去 了解說要怎麼從事 這個行業 怎麼去應對這樣子 小孩子也可以結群 然後從中午也可以去學習到說 交朋友 社交 這些是你未來在幼稚園之後 可能還要再面臨的 活動進行由各分局單位員警 負責每一站的解說引導 讓小朋友更懂得知法守法 同時了解警察工作辛苦的一面 透過這樣的行動教育 達到育教娛樂的教學效果 現在針對的是小朋友 所以我們要講一些小朋友 比較能懂的話 然後我們可以給他們玩一些遊戲 讓他們知道說 像喝酒啊 不能開車 然後喝酒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頭暈暈啊 像吃感冒藥的感覺 讓他們體驗一下這樣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 體驗活動已經辦理三場 生活小朋友以及家長的豪評 目前已預約到明年 未來規劃由鄰近各分局 安排轄區學校內的團體參加 讓更多人可以成為可愛的小小玻璃士 中央新聞 楊昭麗曉峰 板橋報導